过年回家看老妈 心里乐得开了花 买个礼物送给她 花了奖金一万八 老妈平时很节俭 要说原价太危险 最后只能把零解 让她收得心里舒服 圆满 妈 妈 我回来了 呀 儿子 妈 可回来了 给妈想的哟 快让妈看看 你看看 都瘦了 妈 我胖了 瞎说 明明是瘦了 你看看这小脸啊 都凹进去了 得 这就是你妈认为 你瘦了 儿子 快 尝一个 妈刚给你包的浑脆 怎么样 吐出来 吐出来 快 小时候的味道 那再来一个 来来来来 妈 给您买了个包 看看喜欢不 又乱花钱 你买这干嘛呀 人家不都说吗 包治百病 祝您健健康康的 贫嘴 哟 这包不便宜吧 你说说 这得花多少钱呢 一点都不贵 一百八 真的 真的 一百八也多于花 平时我又不用 妈 不就一百八十块钱吗 再说了 您背着这包走上街 那多漂亮啊 也是 背着它上街 买个菜什么的 还真挺方便的 妈您要背它买菜啊 啊 儿子你看啊 这包呢 最少能装 三斤茄子 五斤辣椒 外带七个土豆 一包第三鲜呢 怎么了 我背它买菜不行啊 行行行 只要您高兴 那它干啥都行 这还差不多 只要别买菜 别说 这包真挺好的 能不好吗 一万八呢 多少钱 我是说 妈 是您背上这包 那叫一个 英姿萨爽 健步如飞 朋友圈走步 每天至少 一万八千步 哦 圆满 那儿子 那我要是 背上一兜的菜 未必能走这么多 哎呀妈 您看您怎么 又扯到买菜了呢 您看看这包 就这做工 这质量 它就不是买菜用的呀 这质量真挺好的 是吧 不愧是大牌子吧 是大牌子 但是 不贵 搞促销 促销 对 搞促销 真的 绝对搞促销 哎呦 这还差不多 你小子 不会是在骗你妈呢吧 我哪敢呢 我对灯发誓 我要是敢骗我妈 我立马碰见我王姨 这跟你王姨有什么关系呀 妈您忘了 小的时候 只要我一说瞎话 我王姨就立马出现 戳我呀 这孩子 小王姨了呀 哎呦 你这个孩子呀 瘦掉了呀 王姨 我胖掉了 胖什么胖 胖什么胖 你看看这脸 都 进去了呀 阿拉过来 陪陪你妈妈 我们老姨们呀 聊聊天 儿子 你王姨呀 搬到咱们家隔壁了 是吗 那太巧了 我走了啊 儿子回来了 你们要好好团记的 好 哦对了 老年大学演出的诗 你是主角 可一定要参加的 放心 一定去 这就对了呀 你一 你二 万物台上这么一次 哎呦 就我们两个的 风韵有蠢的妻子啊 台上的百八十号的 老头子们 眼珠子要掉的满地都是的呀 走了啊 王姨慢走啊 空了 过来坐啊 哎呦 这个包包蛮好看的呀 儿子给买的 不少钱吧 一点都不贵 才一百八 真的呀 对呀 哎呦 平时啊 就怕他乱花钱 不会过日子 现在一看 行 知道省钱了 我撕撕啊 啊 哎呦 你卑鄙我好看 真的呀 真的 你看你呀 是腰是腰 胯是胯的 跟年轻时候一个样 我呀 就愿意听你说的大瞎话 乱心的嘞 妈 咱家吸油烟机该换了啊 能用就行呗 王姨 哎 干啥呢 这个包包呀还真适合王姨 不合适吧 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适合不代表合适啊 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王姨背这个包确实好看 但是我妈背确实比王姨好看 哎呦 这个孩子呀 和他的妈妈一样就爱说瞎话 孝心的嘞 妈 看好咯 你这孩子 哎呦 我想起来了呀 我们模特演出的时候啊 我有一身衣服 搭这个包包 是既适合又合适 要不然 你借我杯两天好了呀 看你 要是这么喜欢这个包啊 就送你了 怎么了儿子 这包 包得真好吃啊 你们继续 送我了呀 对 送你了 哎呀妈 这包啊 是我给您买的 哎呦 就是就是啊 这个包包是孩子给你买的 你送给我多不合适啊 虽然啊 我杯它是既适合又合适 就我杯两天就好了呀 看你说的 哎咱们姐妹多少年的感情了 再说了 这一百多块钱的东西 回头啊 让我儿子再给我买一个 不就完了 完了 给 哎 干脆啊 给我们模特队的李阿姨也带一个 再也带一个 再也带一个 算了算了 给我们模特队每个阿姨都带一个好不好 哎 你们家什么东西碎掉了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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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的 王姨 您就甭管了 碎碎平安吧 就是啊 其他人啊 你就别管了 这个 拿着 我走了啊 哎 儿子 干嘛呢 我坐着呢 我说你的手干嘛呢 啊 我舍不得我王姨走 别闹 放手 对 我防守 绝不让王姨跟包一起走 哎呦呦 这个孩子呀 终于说心里话了 多大俩钱呀 一百八十块 王姨给你就是了 哎 不行啊 不能收你王姨钱 放手 回家做饭去吧 谢谢了啊 明天呀都到我家去吃饭 好 我走了啊 哎 哎哎哎 王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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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个孩子啊 你要干什么呀 王姨 过年好 哎呀 吓死我了呀 王姨呀 你看到了吧 这孩子越大呀 越懂得礼数 不过也对啊 老传统不能丢 儿子啊 提前给你王姨拜个早年 应该的 好好好 起来起来 哎呀 你这个孩子呀 你懂得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 我也没有拿个红包呀 多大了 要什么红包啊 不要 那是一定要给的呀 王姨来找一找啊 我找一找 我出门的时候吧 哎 王姨有一块手表啊 不过这个表是女士的 我把这个表送给你的妈妈 就带给你压水钱好不好 哎不行啊 这块表啊 太贵重了 一点都不贵的呀 这个是我儿子从花呗送的 贵了我可舍不得给你的 走了啊 哎 走了啊 哎呀王姨 你真走啊 儿子啊 你王姨家那个弟弟啊 也长大了 可出去了 是吗 哎呀妈 哎呀 不就一个包吗 再说了 你王姨还送一块手表呢 不是 儿子 你说现在的生意做的啊 充化费还送手表 不过我看这块表啊 最少支二百 哎妈 那就不是钱的事 哎呀 这表不错呀 一个充化费送的 能有多好啊 能看时间就行呗 阿姨 过年好 哎呀 你看你王姨呀 这回里回的也太快了 阿姨 我把包给您送回来了 不用 哎呀 我这个弟弟啊 可真出息啊 哥哥 弟弟啊 哎呦 这小哥俩呀 有时间没见了 你看看 谢谢弟弟 你可真是我的好哥哥 哥哥 你听弟弟跟你说啊 你这包可不是一百八呀 你这包快 看破不说破 这包一点都不贵 不用还回来 不行 我妈那表 她也是说不破呀 来 这是阿姨给你的红包 拿着 阿姨 我不要您的红包 我妈那表 这表 行 走字 阿姨不嫌弃你这块表啊 是充化费送的 哥哥呀 弟弟呀 哎呦 这小哥俩亲的 一会儿别忘了拿红包啊 弟弟 那表多少钱说不破 两万 正好 我这包花一万八 就差两千 咱不往回换了 弟弟就认了吧 弟弟呀 哥哥呀 哥哥 我现在是条件好了 可我那表 是分期付款买的呀 你整的真是啥事啊 那还是换回来吧 弟弟呀 哥哥呀 哥哥 我有个好厨艺啊 说吧 圆满了 阿姨 我那表啊 不是充化费送的 不是 是我花两万块钱 给我妈买的 两万 哎呦 赶紧给你妈拿回去吧 你说你这孩子 你怎么不跟你妈说实话呢 谢谢阿姨啊 来包给您 这包不值钱 给你妈拿回去 这包我妈用不起 不是 那这包多少钱呢 阿姨 您问这包多少钱是吧 对呀 你问我哥吧 哥哥呀 妈 这小子可不咋地呀 我看你不咋地 妈 那个 晚上吃啥呀 鸡毛掌子 那一嘴毛的 衣服架子 那死硬死硬的 说实话 晚上吃红烧肉 不说实话 马上肉让你红 说吧 这包到底多少钱买的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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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乘以一百 真一万八买的呀 妈 鸣烧肉多顿会儿啊 还多顿一会儿 我多打你一会儿吧 你这外家孩子 一万八你买个破菜刀子 妈那是大牌 大牌 你就是炸弹 你也会退了去 妈你在这儿跟我斗地主呢 对啦 你今天就是地主了 我就斗你了 你退不对 我不退 对不对 我不退 这大过年的 你想气死我呀 你听我把话说完呢 听你说完 我把解恨你 妈妈妈妈妈妈 您听我把话说完 您再解恨 说 妈 您看啊 从小到大 您给我买什么东西 都挑最好的 您说过贵吗 废话 不买最好的 你躺在地上打滚不起了呀 那您就不心疼钱哪 傻孩子啊 这天底下父母 哪有跟孩子心疼钱的呀 所以呀 我给您买东西 也不心疼钱 因为您是我妈呀 妈知道 妈知道 可是 你赚钱多难哪 妈什么都不缺 妈 其实我早就听爸说过 你们俩刚结婚那会儿 你就想买个好看点的包 可是那时候 咱们家条件不好 您就说再等等 后来就有了我 您还说再等等 等孩子上了学再说 可现在 我大学都毕业好几年了 爸也不在了 您还说再等等 就是舍不得买 妈 您看您这白头发 又多了 又多了 儿子有能力了 挣钱了 咱不等了 我儿子长大了 等事了 妈 让儿子 好好的多孝敬孝敬您 好吗 好 这包啊 妈背 那这包还贵吗 一点都不贵 是啊 对 你就 Under 谁 你 我 什么 你 你 咱